同学们好,前面几节课我为大家讲解了JSF的转换器以及验证器 这节课我将为大家讲解JSF的消息处理机制 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的转换器以及验证器已经涉及到JSF的消息处理 这节课我将单独来节课的时间来具体阐述JSF的消息是怎么处理的 首先,我们要学习一下JSF的消息标签 然后了解FaceMessage这个对象,以及它的构造方法当中的四种消息级别 同时安排了一些客户作业,供大家巩固这节课程讲的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看FaceMessage对象 JSF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抛出的一些信息 可以通过我们的FaceMessage对象,绑定到我们的FaceMessage对象 然后传到我们前台的页面上,通过我们的消息处理标签 来把我们的消息打印到我们的页面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FaceMessage对象 打开我们的Eclipse,以及对应的Web工程 打开我们的ClassB,然后我们看到一个FaceMessage的对象 这里我们留了一个FaceMessage,以及传入了相关的参数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ScoreConvert,以及PasswordWalidate 这里面也有我们的FaceMessage对象 我们留了一个FaceMessage对象,然后传入了对应的参数 通过WalidateException,把我们的Message对象 抛到我们的前台页面上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FaceMessage对象的四个参数 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我之前讲到的 这个是我们的消息级别 这里JSF提供了四种的消息级别 第一种是我们的一般信息 第二种是我们的警告信息 第三种是我们的错误信息 第四种是我们的系统的一些异常信息 这四种信息构成了我们整个FaceMessage的消息级别 而第一种第二种它不会阻碍我们的程序运行 第三种和第四种会阻碍我们的程序运行 这些提示信息和警告信息只是一个一个 这些提示信息和警告信息只是对应用程序的一个提示 而错误信息和异常信息会把我们的程序做一个阻断 程序将不会再往下继续运行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参数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Summary 就是我们错误信息的一个标题 第三个信息是我们错误信息的detail 一个详细的信息放在我们第三个参数 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JSF消息的标签 Message和Message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首先打开我们的应用程序 始动我们的应用服务器 同时通过浏览器去访问我们的应用 输入我们的应用地址 login.jsf 输入我们正确的密码 passw02d登录我们的系统 添加班级这个按钮 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添击班级 然后我们不给书 班级名称和结班时间 会抛一个什么错误的消息出来 这里抛了两个错误的消息 这里看一下我们的代码做了些什么 打开我们的add class.jsf页面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input text里面 第一个班级名称里面加了一个required等于true 以及我们的结盘时间里面加了一个required等于true 这就说这两个是B填项 而这两个B填项在我们的页面上 我们没有填任何东西 然后我们点击了添加班级的按钮 就抛出了两个错误的消息 这两个消息是通过前台的什么标签 能够打印到这里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gsp代码 这里我们加了一个标签hmessages 对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标签 把我们的所有的消息列表 全部打印到我们前台页面上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点击返回主界面 我们的前台也会做这个验证 那怎么能够阻止我们的程序 框架能够不做验证 而返回到主界面 这里我们需要讲到一个参数 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参数 我们在这个button上面 设置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值我们给它设成为 处 当我们不添加这个参数的时候 默认值是force 而我们这里改变这个值为处 然后我们保存我们的代码 保存一下我们的代码 刷新一下我们前台的JSP的页面 重新登录一下我们的系统 login.jsf 然后输入正确的密码 passw.rd 登录我们的系统 现在我们点天级搬家按钮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返回主界面这个按钮 是否还会验证我们前台的 validate each convert 再看 现在它不做验证了 然后我们点击天级搬家按钮 同样不输入班级名称和接班时间 打印我们的错误消息 当我们需要改变这个错误消息的 显示方式 比如说我们为了界面上更加友好 在班级名称这个组件后面 我们打印它的错误信息 接班时间 这个标签上面 我们打印错误的验证信息 让我们怎么实现 这里我们就会用到另外一个新的标签 HMessage 怎么使用 我们通过我们的GSP代码来改变我们的Message 打印方式 呈现给大家 首先在这里我们删掉我们的HMessage是标签 然后在我们的HImportText 班级这个标签后面 加入我们新的标签HMessage 然后大家看到我们的Message后面有一个Full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应该给什么值 给上我们的前面对应的ID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Message 对应的错误信息是我们前台这个标签 抛出的错误信息 同样我们在结班时间后面加上HMessage 然后Full指定参数为我们结班时间的ID 保存一下我们的页面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我们的改动 是否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重新登录我们的系统 login.jsf 然后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我们的系统 点击添加班级按钮 然后这里输入 这里什么都不输入 点击我们的添加班级按钮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错误信息已经说明了这个form里面的 at class form里面的 sail name validate error value is required 这里是必须的 然后我们的 结班时间也是必须的 当我们输入正确的值以后 比如说我们的class one 以及我们的 结班时间 3月21号2015年 添加班级 那我们的错误信息将不会再打印在我们的页面上 好我们JSF的整个消息处理已经讲了讲解完毕了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运用消息标签 以及能够熟练的掌握消息级别 了解消息级别怎么使用 熟悉我们的face message对象 同时安排了客户作业 第一次阅读我们的 视力代码 第二次运用我们的消息处理机制 在我们的视力当中添加一些错误的消息 好这几个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